在唐燕新生的時期 全台灣總會有42座的糖廠 而且這個五分車的專用鐵道 更是遍布全台灣 但是隨著唐燕沒落了 現在全台灣只剩下兩座糖廠 一座在台南的善化 而第二座就是在雲林虎尾 而虎尾這裡更有著全台灣唯一 每年12月到隔年4月初 才有的限量版風景 那就是五分車 回車地道尾 50年代之前 將近80% 我們台灣的外匯都是靠糖 如果當時沒有靠糖的話 我們今天台灣的經濟基礎 不會那麼好 五分車是老爺子 因為做小孩時代 六七點的時候 他就經過我們家 等於是說我們的老爺子 他就每天都叫我們去車 每一年的12月到過年3月4日 他在做藤的時代 五分車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他對我們夫人同學 同學的同學 當初在家裡 是一個做寶貴的一項東西 因為如果這項東西不去之後 後來要出門是沒辦法 聽說每年的12月到隔年4月這邊 都有很多的農機在這邊耕作 可是我現在真的是一台都沒有看到 只看到了一個很辛苦的身影 你好 主任 小玲 你好 主任 你好 十分好奇 因為我聽說在這邊 這個時間應該會有很多農機 在這邊採收甘蔗 為什麼今天都沒有看到 因為前幾天 下了三四十公里那個雨量 不管是搬運車輛還是採收機 就沒有搬好運車 所以你就直接用手採收是不是 對啊 沒有 早期 還沒有採甘蔗機的時候 這是用連工砍的 糖甘蔗的蔗刀 我第一次看到蔗刀本人 剛剛砍是什麼 有什麼撇步嗎 角度啦 跳下去 角度 你如果平平的砍下去 它不會斷掉 這個角度剛好 你有看過 角度下去就 不要惹主任 有沒有 刀子直接砍在上面耶 我有出力耶 那做蔗糖的甘蔗 跟一般的甘蔗 有什麼不一樣啊 群種就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ROC29號 這個可以直接吃嗎 不過這個纖維很粗 牙齒要夠堅固喔 以前沒有臨時可以吃的 就做吃農場的甘蔗了 那我來吃吃看 小心喔 好 很硬喔 很硬喔 不過硬應該會很甜啦 很甜喔 好像在吃糖喔 對…它這個糖度夠 它有辦法製成那個砂糖 好香甜喔 我第一次這樣子吃到 現成砍下來的甘蔗 它吃起來味道 香香甜甜 香香甜甜 然後不會很甜膩的感覺 對… 甜甜的最好對不對 對 台灣製糖 應該是說從荷蘭人 暫居於台灣的那個時候開始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 台灣的一些原始物資 銷往到日本 那後來鄭成功把荷蘭人趕走 他也繼續生產糖 把糖銷往到日本 清朝也在經營 然後一直到日本人來 他也制定了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獎勵 跟補助的一個規範 推廣給民間的蔗農 參與種蔗 對早期台灣的農村的經濟 是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主任 我想… 我很想… 因為我聽說啊 五分車 只能在雲林府尾看到 這算是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畫面 對啊… 就是文化資產 很多鐵道迷都會追這個五分車 真的喔 都會追五分車喔 對啊 真的會開照啊 對啊 聽說要找到五分車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呢 有一個很厲害的蘇大哥喔 他甚至知道五分車什麼時候會經過 還有五分車會經過哪裡 所以想要看五分車的話 我就跟蘇大哥約好了喔 大哥 你好 好 我來找五分車啦 你都知道五分車啊 什麼時候的經過什麼地方 你為什麼那麼厲害啊 就要有賴啦 有賴喔 對 因為人家賴的口音啊 喔 跟說你是要跟我的賴 都可以啊 都可以喔 你賴是誰都什麼看 是說那個群組裡面 你說五分車什麼時候的經過是不是 有啊… 我給我看你的賴好嗎 一天會再轉 聽到後來也會再轉 一天差不多有多少 百瓦通 百瓦通喔 對 所以用賴的聯絡 對 有賴啊 就是台頭有賴 喔 每一天要再轉 在這裡就只有一個人而已喔 就只有一個人 對 只有一個人 蛤 如果是知道那個 有分車要經過的時候 你要去追火車 哪有可能啦 有啊 就在那裡沾了 車子坐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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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車子坐過了 我們車子坐過了而已 是喔 第二天如果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再轉 我們還來這裡等啊 我們還要站上去 要怎麼讓大家知道火車要過了 你剛剛可以示範給我看嗎 我們就走過去 走這樣走 走這樣 現在看到車來的時候要在閉 那邊也閉 那邊如果車來也在閉啊 這樣喔 就是要讓大家都安全啊 對… 有的到年輕人都會這樣 很過氣啊 對… 沒要接著喔 沒要接著 但是那裡會動下去 那時機也會閉啊 對啊 可能是年輕人不知道這是… 有啊 都也有啦 都知道喔 他就要花時間啊 花時間就沒要接著 這樣剛好 有的 我旁邊攪過了 攪過 我旁邊啊 加謝 對啊 對啊 那你做這棟有煮到什麼危險的事啊 沒有啦 那你啦 你怕有的事 我們怎麼會衝這樣 這樣而已啦 正常的人不會這樣 正常的人不會 帶路來咧 現在火車到暗爽 我就要動過一站了 還繼續 對啊 繼續再去靠近喔 對啊… 哇 好 那這樣就是時間在曬炮就是了 對啊… 這段路很難走 好 慢慢走 你膝蓋比較倒手臂的啦 他們要沒路了啦 還要走啦 還要走喔 你要騎得比火車還更快對不對 對啦 要騎得比 那不… 那不然老婆不會在旁邊啊 這樣不笨喔 不笨… 因為今天天氣好 所以我覺得風景很漂亮 但我就想說你看喔 它並不是在欣賞風景的 如果火車一來的時候 它必須是要非常非常謹慎的 維護好這邊的交通安全 然後還要比火車更早一步的 到每一個指揮點去 其實那個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是十字路口的地方 你們都要停就是了啦 我要過兩站了 所以平常是你這樣騎過來 你到位了 火車這樣慢慢來這樣 對… 到時第二天來 我們就要過了 過兩站了 你還要回去喔 對啊 定了 那空車過來我們就要過了 所以你就是 那頭一個站這樣停下來 這樣又騎過來 第二站停下來 這樣OK 你把它回到那個起點 剛才我跟你開港的地方 對… 後來第二站過 我就要去那邊 帶我去看看 一個你那邊的地方 有多舒適好嗎 現在我們就是跟著鐵路一起走了 你看 對… 你看 鐵路 大哥帥氣 帥氣的背影 大哥 這條鐵路也是 很久很久了 對嗎 對… 跟著鐵路走 火車走到他… 他就這樣 太有膨膽了 平常是 如果是漏火梯 你也是要這樣喔 對啊 漏火梯的時候這樣 啪花 好 騎車很辛苦 對啦 像我 現在放車在一般區 我怎麼來這裡美鳳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阿伯很帥 他不會跟我提到說 做這件工作的甘苦談 他都是在分享 分享他在工作的時候的 一些樂趣 他們的休息站到了 天啊 可愛 這是什麼啊 有台車 以前的人在學生小孩 對啊 很可愛 對喔 我可以進去看看 對啊 很可愛耶 你看 很老啊 有沒有 很好耶 你看 這裡面啊 有一排的椅子 但是我聽說 五分車是在甘蔗啊 不是載人的耶 比較大 比較大載人的啦 以前也有載人喔 有啊 為什麼人沒有坐火車 要坐五分車啊 我們在後面啊 後面就像這台這樣啊 有的人要去 那邊坐火車 對嗎 對 那邊坐火車 都坐在這裡 那意思是說 可能要住得那麼遠 跟火車 火車站有一點百分距離啦 對啦 所以載到的 坐五分車 跟客車站這樣 再去火車站這樣 你現在所看到的虎尾鎮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是日本人 他們殖民這個塘 所開發的一個鄉鎮 建設了一個 五分火車的那個鐵路網 這個鐵路網 去串連到雲林地區的一些 偏遠的鄉村 像台溪 麥寮 甚至於溪羅 輪背 就有很多人靠著這個交通 去匯集來到湖尾 這邊就業生活 謝謝 謝謝 他在這裡做工作 你感覺到最開心的事情 就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叫火車有成就感 也是有火車的成就感 厲害 因為如果是不冷 那個火車這樣過 也是危險對不對 對啊 我也覺得 這個工作很不簡單 不簡單 來 打破了 我也要打破了 我覺得五分車 對很多長輩來講 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夥伴 也是很多人賴以為生的 但是我這次來之後 我發現其實五分車 真的是不好找 但如果說來這邊的人 都可以更去了解說 五分車曾經的輝煌 跟他的歷史 然後在打卡的時候 順便可以提到這些 並且去想到以前前人 在這邊用五分車 他們養家活口的那些辛勞的話 故事才不會被消失 台灣唐業的輝煌 從日本人來之後 投注一些資金措施 而這樣子慢慢地建立起來 鼓勵很多日本的大公司 來台灣這裡糖廠 結果在那股蜂巢的推動之下 我們台灣的唐業才進入了一個 大規模高效率的一個生產時期 一步驟到大國時期 中國酒會 中國酒店印高 國家報道 中國酒店印高 西酒店印高 全世界一部 全世界的無法 中國酒店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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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看起來那麼厲害的感覺啊 它在我們虎尾堂場已經屹歷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喔 對 哇 那它是幾年就開始在這邊見證這邊的發展 它從1906年設廠就開始在虎尾這個地方 哇 那主任 我很好奇喔 因為我一進來就有聞到就是 你剛剛說那種田田香醬的甘蔗月 那是不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4月這段期間 只要來到這裡都可以聞到這種田田的味道 對的 這是幸福的味道耶 對 欸 很漂亮耶 好像放抓桶喔 超像那個放抓桶可以竄的 它就是躺著結晶體喔 哇 我第一次看到躺著結晶體 它這個超美的 你會覺得很像那種 彩繪玻璃然後這樣子 會有很多炫光的感覺 哇 這麼簡單耶 哇 為什麼哪有可能 不可能 我們錄一邊 這段期間 給你再魚份 一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很像是 可以嗎 什麼 它就是 我想要哲主的 對你 是 我 她 好 你不可以 就是 我就會帶著一種 來看著台灣跟某個時期 或者是某個很興盛的產業 慢慢告別的一種惆悵感這樣 但是我遇到的這些人 他們都是很樂觀 很開心的 在堅守的這個 可能即將要消失的產業 或者是風景 我就慢慢的覺得 其實要用一種很珍惜 跟開心的心情去感受這一切 好 走 你知道嗎 我一直聽說 呼衛廠廠對面有一家超厲害的果汁 然後我之前來的時候 剛好沒有機會來喝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看看 這家果汁它到底有多厲害 小黎今天會想要喝什麼 我們店裡在賣的果汁 每一杯都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照客人的需求做特調 所以跟你講我現在的需求是不是 對 好 最近就是出外景工作操勞 然後前兩天就是去拔了個罐之後 就是覺得代謝比較慢 比較虛寒 比較容易累 有沒有可以增強體力養顏美容 代謝順暢精神百倍的 會不會開太多了 妳好像在開那個 就是有時候 比如說中藥行在問人 然後就會寫一些我看不懂的東西 妳現在就是在寫我看不懂的東西 它的那個字寫得很像那個 哈利波特裡面的魔法書 就是它不是寫中文 它寫英文 然後還給我寫超寫 妳現在超像魔法師的耶 是 好 所以你們這邊厲害的果汁 並不是說看菜單上面選 而是你們會針對每一個顧客 那埋的人變成就是 都必須跟你好好聊天耶 對 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好好了解 這一個人的盡頭到底是什麼 而且他完全不能隱藏耶 他不能隱瞞你耶 因為他如果想要 對 他不能隱瞞我 好刺爐喔 好 我等一下來喝喝看 我現在的眼睛 張得跟我的衣服一樣大呢 你真的要把這些蔬果 全部打在一起喔 沒錯 我覺得紅蘿蔔 加上草莓 加上西洋芹這個 加在一起喝 我可以想要它的味道 你把油菜也加進去了 是 因為小黎來到我們雲林 當然要吃我們雲林在地的 蔬菜水果啊 難怪家祖會的味道 你敢有自己吃過 小黎 相信我 全部交給我 真的喔 你等一下一定會很愛它 好 是 我發現到我們雲林的小農啊 都很可愛 很多人都是用 不用農藥的方式在種植 那沒有用農藥的方式 在種植的時候 那些蔬菜水果 他們的品項就會比較差 種出來可能會比較小顆 可能形狀也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才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 做一些果汁的創作 來協助這些小農 他們這些刺激品 可以來做一些果汁啊這樣子 小慧妳很特別耶 我平常在家裡打蔬果汁啊 大家應該都是這樣吧 菜洗一洗之後啊 就直接就丟果汁機 他現在在把菜泡熱水 對 為什麼要泡熱水 因為有時候我們用水吸啊 它不一定會很乾淨 裡面可能還是會有細菌 那我們還是要經過100度吸的水 然後來做一個輕烹飪的動作 可是妳也不能泡太久 就變燙青菜了耶 沒有沒有 對啊 所以妳那個秒數要做好 就是我們燙一下就要拿起來了 OK 這是第一層油菜加香蕉 綠色的香蕉泥耶 怎麼啦 對 香蕉我應該是加了一點那個菜味在裡面 我不討厭但就是很驚訝 打好的Kiwi把它丟上去 倒進這裡 對… 你的果汁是要漸層放的是不是 因為他們的秒數打法都不一樣 還有水跟冰都不一樣 對 好 西洋芡紅蘿蔔粉腿菜 跟我們要用炸的 用炸的 對… 所以不只用打的還要用炸的 然後草莓是直接果肉加進去 沒錯 因為我想要讓小人有一點咀嚼感 因為妳剛剛說妳的壓力太大 對 我壓力超大 對 想要讓妳的那個口腔 也獲得到那些咀嚼感 好了 這個非常有漸層感的果汁 是 上面浮著草莓 然後呢 在上面有一個是用壓榨的方式的第二層 沒錯 最下面的底層是剛剛我用果汁機打的 對 好 所以我現在喝到應該要喇它了 對…妳要喇一下 啦… 我來喝喝看味道 好 十分的期待了 妳草莓沒有打下去是對的 因為它直接讓我先吃到草莓甜的顆粒 然後呢第二層之後慢慢的果類的酸甜味就跑出來了 然後最後在嘴巴裡面出現的才是微微的菜葉的味道 菜葉的味道是在後面 對 是後勁 好 有層次耶 超好喝耶 很多人之前都這樣排毒排毒 就會早上起來就打一杯精力湯 是 然後就是什麼菜就給人家全部加下去之後喝 然後都要這樣子捏著鼻子喝 可是妳這一杯很好喝耶 是啊 其實我當時成立了這間果汁店的時候 是因為爸爸在癌磨的時候 沒有讓他喝很原型食物的東西 全程讓他喝中藥 那也滿快的 就是爸爸大概在一個月最後一次要做酸塞的時候 就是吐血 然後就沒有辦法做 接下來就昏迷 那時候會做這個果汁店也是因為 爸爸要過世之前我們有通了很多電話 那爸爸其實一直覺得我做果汁 他會以我為驕傲 那這麼多年我也用了爸爸這樣子的精神 原型食物的那一個重要性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替每一位客人來做一些設計 其實爸爸是滿疼我的 那他只要一清醒的時候 他就趕快跟我媽講說 我要打電話給小蕙 小蕙 我覺得我比較輕鬆 我待會兒要去替你送來 一直 爸爸還是想要幫你可以幫女兒一起做她喜歡事業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他已經不太能夠走路了 可是他還是一直跟我講說 我要打電話給誰 叫誰去替你捧場 然後我要替你什麼 再鳳梨然後幹嘛 對 對啊 所以這個是 因為我們在創作這個其實真的很痛苦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要讓很多人 就是可以更了解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像前兩年也是一直賠錢 可是你就是覺得這樣是對的事情 而且有使命感 你就是要努力的做下去 而且零記 零是他的零 對 然後記就是永遠記得他的記 記得爸爸 記得爸爸 對 就是蘋果汁的味道 我覺得很多事情的辛苦跟困難 都是需要有愛的包容跟那種動力 才能夠做得下去 那爸爸就是他努力的動力 那爸爸他雖然現在不在了 可是在小慧的言語當中 我覺得其實林爸爸應該就是 一直都是在這個地方 看著小慧的這間店 那小慧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爸爸現在他在家跟你點餐了 你會最想要做什麼樣子 配方的果汁給爸爸喝 如果我爸還在的話 我會想做一杯 我會想做一杯 我會想做一杯苦瓜汁 苦瓜汁 對 我要 我真的要很認真顧他的肝 然後我要用很多蘋果跟甘蔗 把那個苦瓜壓掉 那爸爸喝得健康 可是又吃得甜甜 對 因為他很像 他很像小孩子 就是他很苦的東西他還不吃 所以我一定會想辦法 就是打一杯甜的苦瓜汁給他喝 對 爸爸現在聽到了 現在一定在喝了 對 他一定會很驕傲 因為這幾年我們真的很認真 很努力 就是在推廣這樣的事情 他一定會看到我的 其實我滿感動的 就是在那一瞬間 我忽然覺得我就是喝到的那個果汁 真的是充滿了溫暖 就算說不是為了什麼特殊的 什麼健康的理由 我都覺得那杯果汁我喝下去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它的味道 既然來到雲林苦苦 我就要找一個我的老朋友 你知道上一次我來這邊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很厲害的年輕人 他叫林家良 然後家良哥他很年輕 可是他幫雲林苦苦這邊 很多傳統的文化 故事 還有一些傳統老店 統統整合起來 然後給他們很多新的生命力 所以其實我還滿喜歡他的 重點是這個年輕人居然還養牛 但是想要多認識他 你可以去看那個 我們九九二集 我們把他介紹得很精彩 今天他約我吃午餐 聽說是一家很厲害的店 我就看他有多厲害 來良哥 嗨 小林 好久不見了 是啊 你說要約我吃午餐 是不是又是什麼厲害的店 對 真假的 對 這店怎麼樣 厲害在哪裡 厲害是 這裡 100塊 裡面有找每一個人吃 可以吃得飽飽的 真的假的 嗯 現在物價飆漲 100塊怎麼可能吃得飽飽飽啊 最貴是30塊而已 不要 沒有騙你喔 你開的喔 不是 我看到家務表了 等一下 好 欸 龜條要20 欸 什麼 豬血湯10塊 餛飩湯10塊 該不會那個餛飩湯裡面 就一顆餛飩 然後那個龜條裡面 就只有龜條什麼都沒有吧 不會喔 不會嗎 現在有什麼好吃的 你可以告訴我 沒有 現在煮 雞胃 南大湯10塊 有割股菜 這樣好嗎 好啊 當然也好 我煮個料理看 好 如果這樣我生不去喔 好啊 這個價值 豬血湯加大腸 還給我加韭菜 他說10塊錢 對 一顆大腸 一顆豬血 一片韭菜吧 不會 不會 謝謝 粉林人 對啊 我粉林人很有認真味 好 那咧 我就 等一下吃看看喔 好 謝謝老闆娘 我叫我婆婆 已經搬出去 喔 婆婆 婆婆的店 對 婆婆的店 早上四點二會補三點 真的太便宜了 重點是那個婆婆就說 今天都賣完了 買完了… 那就幫你就是來一個 特調的豬血大腸湯好了 她沒有在那個菜單上面 所以我覺得 老闆娘非常的隨性 然後也是很霸氣這樣 來… 你來看 我真呆耶 10塊 大腸 這麼豐盛就10塊喔 我先來吃吃看好不好 她真的沒有在客氣耶 她的大腸是認真這樣子 滿滿滿的 好吃嗎 好吃耶 這大腸很Q耶 對啊 我來吃看看豬血 太實菜了吧 現在還有人帶那個 鍋子啊 還有那個外帶便當 然後帶回家 對 剛剛婆婆跟她講了一句話 不可以唸喔 不然她會想起來 不然她會想起來喔 不能… 不能剩下來 不然她會覺得浪費死 對 因為她都會知道 都差不多 一頂晚就要去肥料 我沒一頂 我還在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她會想起來 對 對 我知道了 對 嘉良哥 偷偷問一下 這個婆婆是不是很豐盛 不然這麼豐盛 她 cosm高 是一個媽媽 這幾天吃完貓 之前有一段時間 比較沒有錢吃飯的時候 我就有跟婆婆去跟她講一下說 我之後就是欠著 然後我只好再一次服這樣 真的假的 婆婆就讓你這樣子欠責 對啊 那在你們眼中 婆婆她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我覺得她是寧願自己去犧牲 也要去幫其他人的感覺 原來其實這個婆婆她在做生意 並不是做生意而已 我覺得她做的是 感動很多人的一些 你可能會覺得她有一點點傻 她好像一直在付出 想要幫助很多需要的人 所以她可能甚至 有些窮苦的學生 她就不收錢 平婦姐 我來看看 來 不過我怕她 她怕她怕她怕什麼 她看到了 妳眼睛怎麼會好 好 她會這樣 我怕她 不是啦 這樣澎湃就很辛苦 不是 妳要花錢 妳要花錢 花錢 花錢 對啊 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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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給她花錢 所以她都不給她花錢 很多人都沒用 妳要花錢 沒用 沒用 我很緊張欸 她價務表這麼便宜 那幾百塊是她要賺多久才賺得到的 所以她就突然間把一碟錢給我的時候 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都相信 她有她的 她的 她也是自己玩嗎 也是自己玩嗎 我會說 不然我就為了要算你十個月 我就要洗手 我的時間 對 很多 不然有人說 沒有 你不洗手 我都站在這裡而已 也是要清洗 我是燈電罵 這裡不能燈電 謝謝 你這要自己香 好 我自己是住室的 爸爸要跟婆婆洗一下 說你要吃什麼 我會想你啦 我就真的自己拿990塊 好 媽咪 其實當下我很想跟她說 婆婆 不然就是那一碗湯 就算100塊就好嘛 就是不要再讓她要找零錢 在她面前拿她的錢來找錢 這件事情是我從來沒有遇過的事情 對 但她就是 算得很清楚很有原則 不可以 這碗湯10塊 她就是10塊 你就是要拿990塊走 我這樣已經付錢了 小姐妳沒做 謝謝 不過我這樣就可以走嗎 不可以 要洗碗 洗碗 妳為什麼 妳要老婆要洗碗 自己吃的我 自己洗碗 妳如果捨得洗一隻 我這樣不要吃 一直要洗碗 我看錢的時候 我問妳如果妳不可以放 有用的人要洗 我會跟同學說 我不是說妳吃幾塊 她說婆婆我吃三個 如果我貸到妳 這是妳的工錢 婆婆就叫她洗碗 等一下30塊我就煩她 就是用洗碗來代替吃飯的錢 要用那個人不知道要幫妳煮 對 太多人要派對 那就要用這邊 是不是 我用洗碗來よろしく 行李也是太友喊 因為那天在那邊看 有から 時aje 是 我就是 dei 行李api 你問我 說那個東西 ông変 我也不知道 你 ai Library kt Finland 朋友 外國人也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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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來這裡都是你的朋友對不對 你也說是朋友 都讓自己生 對嗎 就一天你們早上的事情 好看喔 沒有 你每天都這樣不營 你怎麼有想過 你要做到幾歲 你可以去享受人生 做到我 我不會做 做到不會做 真是 如果要養生就是要死 這是我的左右年 這左右年 對 因為它靠補自己 自己要關好 把自己放過做無料 不可以整理 你聽到嗎 我聽到 所以我也要很打招 對啊 你有幾歲放過要做得到 不是你幾歲名 那個時候是騙人的 好 我知道 我要做打招 所以我自己 自己教育 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他非常的順其自然的 去過他的人生 跟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超帥的 而且尤其在跟他互動當中 又覺得他非常的豪邁 他非常相信人 因為有很多不同家庭 不同狀況的人 他們來吃飯 來尋求幫助的人 他會覺得說 因為如果應付這麼多樣的人的話 他我覺得相當的厲害 還會有尋求幫助的來 對 也有 尋求什麼幫助 快點 我 我們家四人沒有掛招 這樣是耶 像以前說我們家沒味道 你家沒味道 你家沒味道也找他 對啊 我就說你自己去招 蛤 出去了 對… 有時候就是裡面有一包一包米 就讓他直接 整袋直接拿走這樣 他也不用跟婆婆感謝了 不過婆婆你怎麼不開心說 都真的吃虧或是幫你配 你很可愛 他就像要喊了 你還很開心 對不對 我沒做錯 沒關係 我出去 你覺得說 我們今天剛才拿東西 已經有消息了 不然放了鳥梨 加 剛才你帶好不行 你怎麼會這樣就慣了 我就是這樣想 所以他不管別人的眼光怎麼看 他也不會去萬壇說 自己做得很辛苦 就算被騙過 他也不會覺得那是吃虧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 已經超脫了一個 做生意人的那種心態 他不是做生意 他做的是一種 正能量跟愛的傳遞 這個年代還有人會來找婆婆 就知道婆婆其實也不是說 是非常非常豪雅 對啊 沒有啦… 過得去就好了 過得去就好了 等一下婆婆兩腿一身 我們以前人說的 兩岸跟吉利是嗎 年輕人抓到這裡 然後我抓到一個王牌 他就只看王牌 你看母母人 喔婆婆 喔婆 這樣幾年幾歲 我跟台灣人說 五歲了 我也不記得 你們今天去台北 我還記得就跟我們一起去 因為我們人很健壯 我今天來這樣來吃吃飯 那你開工 我一四人都會幫你打工 真的喔 我感謝你 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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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小孩 就是包括我遇到的那些 來吃飯的學生們啊什麼的 我覺得他們也都有被婆婆感動 所以也許吃過了婆婆的料理 跟婆婆聊過天之後的這些人 他們未來都會變成善的循環 因為我光在那短短的幾個小時裡 跟她相處 我就忽然覺得 咦 這次外面遇到下雨啊 遇到很多變動啊 或者是人生中很多遇到挫折 似乎都沒有那麼嚴重了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這樣嘛 遇到挫折就努力面對就好啦 所以要開開心心知足 小莉亞 今天你來土步 我來帶著你去看一下一些的老朋友 他們有想念我嗎 非常想念 真假的 那當然要去囉 會啊 夏洋哥 我看到了一個我很想念的地方 是喔 驚喜便報店 好 再見 嗨 妳好 好久不見了 妳好… 歡迎回娘家 土褲永遠是妳的娘家 去過在台灣這麼多地方 會讓我想到說 還想要再來吃的東西 就是你們家的麵包 是其中之一耶 謝謝你們 然後有很多觀眾看到了 他就會來想嘗試看看 老闆娘 今天我知道妳的麵包都是最好的 不過妳的麵包 還有一塊兩塊都很熱 現在原物料上漲了 當我下面一用 目前為止都漲價了 因為不漲的話 去年年底 它原物價不是漲一次 它是一漲一漲一漲每一次 一直漲上去喔 一直漲上去 而換不是一樣 是每樣都漲 雞蛋 麵粉 糖 怎麼哩哩哩哩哩 全部漲 對 所以沒辦法之後 提高價錢 妳也才漲一滴滴 可是鄉下地方會覺得說 妳一次漲五塊就漲50% 可是我二三十年沒漲了 其實它是調整一下 那個價錢而已 其實過完年後還是繼續在漲 我是打算說 如果可以 不要像七年那樣的漲法的話 我可以撐個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再撐個撐到尾 可能就休息不做了為止 這樣 漲會好 就說自己的漲 就進行 我一個年輕人說 我老闆妳這樣漲五塊而已 這樣感覺到有夠身分 對啊 妳沒有漲下去 我沒辦法做 對 如果我們沒辦法做 我們就不怕人好吃了 其實這樣的旅程也不是說 真的很好 可是就是自己的工智也變 OK啦 OK啦 土庫的人都是這麼善良 對啊 我上一次來這一趟 都覺得每個人就是 好像都為了鄉親 為了這邊家裡面的人 就整條街 都是家裡面的人在做事 像這樣子的人是不是 在土庫這條街還有很多 死撐著 為了要服務鄉里 然後很辛苦的人 還有一家 因為他即將會要消失了 要消失了 對 是說不做了嗎 因為他們年齡老的 他們也沒有辦法再繼續 是我去拜訪過的老朋友 是 我聽這樣講 我覺得有點捨不得 就是 你看老闆跟老闆娘還在裡面坐 去找他 OK 娘 你好 我又來了 你看 你有記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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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記憶嗎 有喔 有記憶 上次來的時候說 賣鹽麥 是用襯的嗎 對 用襯的 還有一塊牌子 我有記憶 你有一個酒牌對不對 鹽牌 鹽牌 酒牌沒去 酒牌沒去 沒有去 所以剩下這個鹽牌 對 就他們那時候要賣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要有這樣子的牌照 才可以賣的 是啊 它是做 南北部的一個鹽牌店 裡面是沒有味道的 如果你要去那裡吃米 完全都沒有 因為他們要讓對面 味道的人 讓他們一口飯 不要讓他們說 什麼東西都要醬得夠 要不夠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做 很少一個人市民的地方 我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七十幾年來 有什麼東西是 那個變化最大的 就以前的跟現在 真的不一樣 現在罐頭 不以前的差不多 差不多五十分錢 以前像是五十種來講 現在算差不多五十種 五十種 以前的罐頭 怎麼這麼多 不一樣五十種 現在怎麼能做罐頭 那只要罐頭 有什麼好多 有什麼好多 奶雞 王來 來啊 奶雞也能做罐頭 對啊 裸順那種都有 都沒看過 我今天要去看 你們什麼罐頭 裸順在牆壁那裡就是裸順 對… 裸順以前 裸順也是裸順的三個 對… 她們多消除 媽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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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如果沒有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們很重要 如果一個年輕人來 跟你們開港 這一定都要跟她們說 要不然會讓人都不會掉 媽媽經常慢慢一直在消失 其實是滿… 我覺得滿可惜的 因為人跟人之間 越來越疏離 或者你看現在大賣場 有些還甚至是自住室的 你去結帳 你根本不需要跟人對話 老闆 你這間店 七十幾年了 有 要收起來 你會覺得很不敢嗎 收起來 不收 不是我可以的決定 是我的身體的決定 我都跟她做 我就繼續做 我都跟她做 不是要收起來 她是代表我們土庫的一個 日本時代的所謂的象徵 那怎麼辦 那個象徵 如果老闆跟老闆娘 薄薄薄薄薄薄 這些象徵要怎麼 技術傳承下去 我們想辦法就是說 我們在隔壁院 第一市場裡面 我們開一間店 就是 用他們的模式去打造 真的嗎 是啊 什麼人要開 我 你 對啊 老闆 你好 如果他沒去之後 我們可以去做一間 一樣的東西出來 但是沒辦法 百民之百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讓他們知道 我們土庫曾經有風吹行 老闆 你是前輩 老闆娘 你怎麼有什麼建議 要向他照顧 我要說 要經營這個店 過去他如果沒有經營 我看是完蛋經營 沒有信心 現在尤其是這個 前年歲到我們 比較發展 對 所以這間店 就一直都萎縮 對 那萎縮 靠起床 你一直在做 對 你要開 你不是來人 所以你不要開 你不要開 你不要開 生生大魚 沒有 沒有啦 老闆是有經驗 不過沒關係換一個 比較溫柔的 比較好 你感覺到風吹行 最特別的精神 是什麼 你跟他講 要對國際這樣 比較好 人家來 要比較有笑味 笑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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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 還有呢 就介紹比較實在 介紹比較實在 不要黑白髮 要比較標準 對 不要這樣 不要笑 一斤 一斤 沒有一斤 這樣 就是要很實在 對 要比較實在 要實在 要笑味 人家買後 我都會給他 嗯 我覺得 甘媽娘的存在 就是一種人情的聚集 他賣的不是東西 賣的是 是感情 還有那種信任 對啊 那個多少錢 幫我磕在牆上喔 這種磁袋是 超商跟大賣場 沒有辦法去 重建跟複刻的 我實在很有福氣耶 我還有機會 來到這裡 跟你們兩個這樣開港 再來看你 很開心嗎 很開心 很開心 讓我磕一下好不好 啊 辛苦了 啊 我可以當老闆 好啊 老闆 辛苦了 感謝 我覺得 這是台灣很多地方的 特有的人情味 是很希望每一個地方的 甘媽店都可以 有人願意去把他們的故事記下來 可能沒有辦法順應時代潮流 把這些店都留下來 但至少要有人記得他們的故事 台灣有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愛 美麗土地更大海 台灣有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愛 節目由台灣一行獎萬名贊助播出